越南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吴敬勇 16号上午来到台中市政府拜会 为表重视市长卢秀燕亲自带领市府官员来欢迎 并且表示越南是台湾重要的经贸伙伴 在台湾也有很多移工和移民 人民往来互动密切 期盼未来强化台中与越南的城市交流 市长卢秀燕亲自送上台中的离山高冷茶 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 越南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代表吴敬勇 16号上午来到台中市政府拜会 为表重视市长卢秀燕亲自带领市府官员欢迎 双方针对经贸文化教育等议题进行交流 因为台湾在越南的投资很大 我们是越南的第四大投资国 也因此我们也需要越南当地的政府 给我们很多的企业的合作跟照顾 所以刚才我也特别请托大使 我们在那边的也多多照顾我们 那总而言之今天这样的双方的见面 我想对于未来台越之间的合作跟交流 会更加的密切 那加会双方的这个民众 吴代表表示 越南和台湾在地文化饮食有许多相似之处 因此越南朋友来到台湾都会感到相当亲切 也特别感谢市长和市府团队在疫情期间 照顾台中的越南劳工 帮助他们适应在台中的生活以及工作 期盼未来双方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疫情过后那因为有在包括观光旅游 包括像这个航空 包括各方面 那希望尽速的全面恢复 那因为究竟这个过去三年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有很多的包括观光旅游 或是航空交通等等 都有一点这个暂停的现象 那希望这方面尽速的恢复 那所以今天双方的这个谈话非常愉快 那因为越南对台湾对台中 在当地的投资很重视 所以他们今天下午在台中市 还有一场投资说明会 市长也说明如今是后疫情时代 国际观光等各方面迅速发展 希望双方交流尽快恢复疫情前的水准 未来也能有更密切的合作交流 加会双方民众 记者杨中涵台中采访报导